秋风起 夜难归 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自然轮回之一 它用数千年的迁徙 上演着生命与家园的地球故事 秋末冬出 湖水退去 草滩露出 料似花海 好似浪漫的地毯 在漫天和明中 数十万与自然界的精灵从天而降 构成全世界最壮观的花鸟图 花鸟兮兮的时光 也是李悦最高兴的日子 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将近半年了 这里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就想迎接自己的孩子回来 你能够高兴吗 后鸟落在哪里 李悦和他的同事们就走到哪里 静静地看 细心地说 虽是远隔 却满眼欣慰 飞起遮尽云和月 落石不见湖边草 鸟儿们或踏隔起舞 或安静一时 或孤狂宁伴 或乐祥天伦 五字天仙万鸟响起 这样的惊艺时刻 在浩妙博谷一直要持续五个多月 东风吹 湖昭绿 春草蒙肚 一时厌别式 离开温暖的母亲湖 候鸟们又将踏上北归的征途 它们盘旋着 低鸣着 在留恋中 山山北去 蚂影湖畔的紫云鹰在风中摇曳 李春如老人的心也静不下来 经过几个月的细行医治 几只鸟儿康复了 老人知道 得跟它们告别了 今天的热子好 今天的星光明明 是我家里的热子 我得把你都夹出去 鸟儿远去 老人的心 仿佛也要随它们飞走 喝相依 贱相依 啥饮重消息 人尿兄知己 冬去春来 草长应飞 一时的离别 几多的不舍 云水之境 浩浩商商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夏天的濮阳湖名副其事 鸟儿 事件 冬去压